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讲《普贤新愿品》当中 现在讲《千行七十公千万》 真行广大发愿 真行广大发愿当中 现在讲的是第十一个大科判 也就是说 趋入种种发卖而发愿 这个分应该是七个科判 其中今天讲的是第四个小科判 那么第四个小科判说 《深入三世诸戒之缘》 诸是一切戒的意思 《深入三世诸戒之缘》 那么这个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我能深入于未来 尽一切戒为一念 三世所有一切戒 为一念戒我戒入 那么这个字面上说 我将来能深深地趋入未来的一切戒 未来无量无边的世间戒当中 并且这一切戒在一个念头当中 在一刹那间当中都能揉 也就是说 一切的这些戒 未来无量无边的一切戒 就是在一个短短的念头当中 我都可以能戒入 意思就是说 我将来在一刹那间当中 能趋入无量无边的未来的 比如说弥勒菩萨出世 还有很多佛陀 包括圣戒菩萨出世的这些心境 我都一一趋入 这是对未来的一个发愿 同时 愿我深入未来可以趋入的话 过去和现在 包括未来三世所有的 未来过去 现在三个世界所有的这些戒 未来的一切戒 就是无量无边的一切戒 过去的无量无边的一切戒 现在正在度过的一切戒 这些戒当中 都是让我在一个刹那间当中 在一个忆念群当中 能入于这样的境界 这是在印度的一些 个别讲义里面 《个别普贤行愿品》的诸书里面说到 所谓的未来戒 也并不是说 这是一个空空的世间 不是我们让入于一个世间 其实未来的每一个戒当中 有无数的如来 菩萨 还有声闻 阿罗汉 以及很多智者的这些心境 他们不可思议的功德 等词和智慧等等 同时在未来的这些戒当中 也有很多凡夫众生 包括像旁生 饿鬼 地狱等等这些众生 那么这些众生的 好的不好的全部 都我能介入 都能取入 那这样的话 未来的一切上下的 上至佛陀 下至地狱以上的 所有的这些 清净和不清净的刹土当中 我能在一刹那间当中都取入 同样的我要发愿 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戒当中的 这些众生结合 佛陀的清净刹土 都能取入 清净佛陀的刹土 听法 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 他们的智慧力 方便力等等 有很多无量无边的 佛陀如来出世间的功德 那么我取入一些 不清净的刹土当中 做什么呢 就是以佛法来 饶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么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来讲 上供下士也好 或者一切这样的行为 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作为真正的得地的菩萨来讲 完全是可以的 我们得一地菩萨的时候 震动一百个世界 能度化一刹那间当中 震动一百个世界 度化一百个众生 现前百种法门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功德现前的 到这个时候 更是不用任何考虑 所以这也是一种解脱者 也是一种菩萨的心境 记得在《华严经》里面讲过 说是无量无边劫 能作一念群 非长业非短 解脱人所信 说是无量无边劫 在一个刹那间当中 在一念群当中 可以接纳 可以接纳 实际上一刹那没有变长 而这个解没有变短 应该是长短的长吧 这是什么样呢 这是真正的解脱者 获得成就者的心境 我们作为凡夫人的话 一刹那就是一刹那 众多的结或者多少万年 那么根本没办法互相兼容 但实际上 真正的解脱者来讲 一切都可以多变成一意 一变成多 或者有变成无变成有 什么样的生变和变化 都可以现前的 因此我们这个发愿 一定要想到了 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 不要说一刹那间当中 连我们一天的时间里面 未来多少万年所做的事情 现在一天的时间当中 完成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 对我们来讲 现在是不行的 但我们现在积累资粮 行持善法以后 到得地的时候 在一刹那间当中 一连群当中 现前一切未来过去 现在的 一切清净不清净的心境都可以圆满 因此这个偈颂 主要是圆满精净度 讲到了圆满精净度 也就是说 通过这样的智慧力 遣除一切的黑暗 一切懈怠当黑暗 然后现前智慧的光辉 因此现前了 延绘地 第四地菩萨延绘地的功德 当你真正延绘地的功德 现前的时候 其实在一刹那间当中 也可以现前未来的无所劫 那么我们都知道 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可能现在很多事情 没办法心里面想 的确 我们有时候想 比如说两三岁的孩子 给他讲课的时候 如果按大人的智慧心境来给他一讲 他根本没办法介绍 没办法接纳 只是他自己所喜欢的玩具 或者是一二三 这样他可能比较能接受 比如说一二岁的孩子 他自己所爱的 是不是一二岁这样 差不多吧 不过现在有些国际上 现在有个别的孩子 一两岁的时候 他可以朗诵很多诗歌 还有一些写三文 也有前世的一些习气复苏 有这种情况 除非这以外 一般人就是这样的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作为凡夫人 《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 许细多多的事情 对我们来讲的确也是一种问号 到底是怎么呈现 但是我们知道一切万法真正是 身影当中是空性的 那么让我们真正通达了 这种境界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境界当中 完全都是可以呈现的 这是我们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 也是看得出来 比如说我们平时对自己的家人 和对自己的窝索 我的身体 跟我的亲朋好友 特别地去执著的 但是真正通达空性的这些人 跟我的亲友 跟外面怨恨的敌人 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我们一般凡夫人 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通过他们的修行力和智慧力 完全能做得到的 而且对我们来讲 这是很稀有的 不可能的 尤其是没有学过大乘佛教的人来讲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是我 他就是敌人 就是敌人 亲人就是亲人 但实际上在我们眼里 通过修行很多都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是一种说明 以此类对的话 我想我们一个刹那间当中 能现前一些未来的景象 和过去的景象 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道理的话 汉地大乘治观法门当中 也有一些文大方式来说明 如果你们方便的时候 应该好好地看一下 因为里面以外人和一些萨门 通过对话的方式来 包括世间的长短 梦幻和一些事有之间的差别 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 梦和心的辩论里面所讲的道理一样 比较相同的 让方便的时候 希望大家要参与一下 应该是对如梦如幻和 或者对世间的长短 各方面有所了解 下面我们讲第五个小科判 讲见佛如佛境界之缘 见到佛 还有如约佛的境界 见佛如佛境界之缘 知发愿 在其他的藏文有些科判里面 这是分开的 见佛如佛是一个科判 但我想一个偈颂一个偈颂这样的话 可能好一点 我这个科判也是 参照一些藏传佛教的 个别大德的一些科判 和印度的一些 包括像陈南论师 龙猛菩萨 世青论师 他们对《普贤行愿品》注释的一些道理 结合起来给大家做比较方便的 浅显移动的一种科判来安立的 我以前看过《冷海上师》 也是原来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也有你的一些科判 但是这些科判可能 不是特别一目了然 也许你们以后觉得还可以 现在学的时候也许不知道 但是以后讲的时候也许 哇 这种科判 通过科判也是基本上知道 《普贤行愿品》大概的内容 利根者通过科判也是 比较明白其中的内容 那么这里讲 见佛如佛之境界之缘 我与一念见三世 所有一切认识者 也常如佛境界中 如幻解脱及为力 那么这个颂词说 但愿我 祈愿我能在一个刹那间当中 一念群当中能见到未来 过去现在 所有一切人当中的死者 也就是说人间如来佛陀 所有这些人间的 人中死者佛陀在一个刹那间当中能见到 这是还是很困难的 我们未来过去 现在一个刹那间当中 对我们世间人来讲 可能有点香味 一刹那间当中 如果我讲现在都可以 但是过去和现在 未来都是完全不同的世间 好像这个怎么能见呢 对我们来讲可能 还是凡夫人来讲 这是一切香味 但实际上这是完全可以的 但我见到三世的如来 同时我也能常常地入于 佛陀不可思议 微妙的境界当中 而且能现前如幻解脱 以及如幻的威力 因为一切万法 在生意当中了不可得 就是远离一切戏论 远离四边拔邪 而在世俗当中 如幻一样的解脱 用拔解脱门来讲也可以的 凡是在世俗当中 一切都是显而无自信 跟幻化没有任何差别 一切完全是一种幻化 这是佛陀在《大宝积经》里面讲过 说是若了一切法 皆同于幻化 如果了到了一切法 都是同幻化一样的话 那么世人则能显 百亿诸佛生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通达了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跟幻化世所编出来的幻化界 没有任何差别的话 那这个人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能显现千百万不可思议的佛陀身体 其实我们如果真正通达一切万法的话 什么事都可以变 什么事都可以显现 自己也可以显现 外面所显现的诸佛菩萨 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可以得到 所以如幻解脱和如幻的威力 讲的时候 我记得上师如意宝 以前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讲过一个故事 我是在上师面前 听过两次《普贤行愿品》 好像记得是这样的 但有时候自己的记忆 也是有一种 有时候想起来都不相同的 一个是米朗罗兹瓦的注释上面 有一次好像不知道 那个时候讲的 在颂词上讲过一次 但有一次上师如意宝讲过 讲如幻解脱的时候说过 是一切诸法如梦如幻 通达这个道理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世间当中的 很多了不起的高僧大德 修行人不仅是意识当中 很多时也是宣说如梦如幻的法门 然后梦如幻说 阿底下尊者和他的大弟子之一的 一个叫金床 金金和佛床的金床 他们在广阔深山 在那里居住的时候 有一次弟子问阿底下尊者 说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讲 诸法是如幻 那这个如幻到底是 用怎么样盛开的去理解呢 当时阿底下尊者说过 他说 我用幻化寺幻现的故事 可以给你说明这一点 然后说 曾经幻化寺幻现的仙幻现和 还有一位叫做生意的人 叫月现 月亮不现的意思 月现和幻现两位是好朋友 然后幻世特别喜欢 做各种幻化 而月现他特别喜欢 世间的菌马 马瓶 他特别喜欢 但有一次月现对幻世说 你经常喜欢幻化 但幻化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也不能吃 也不能穿 有什么用 不如一匹马 很好的马的话 那么可以骑着他 在草原上行咒 这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应该是这样很好的 但当时幻世说 好吧 没有对他具体地说什么 后来刚才那个月现 他坐在自己的家里 跟自己的妻子一起吃中午饭 吃中午饭的时候 他的妻子正在做一个制冒险 就是做冒险 然后他把冒险没有做完 一般做完 一般没有做 放在那里 然后一边 他们吃饭 吃饭的时候 他刚才月现到中间的时候 他就出去了一下 他出去的时候 刚好还现了 他妻子一个特别好看的马 然后来到了他的家门口 然后月现说 你是今天骑着马 就干什么 他说 因为你特别喜欢马 我想要不要买给你 这个马还是很不错的 要不要买给你 因为你买给你 因为你特别喜欢马 月现说 我如果要买的话 不可能这样轻易地买 应该我先试一试 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幻师说 应该可以 你自己骑着试一试 他说 我到底看看这个马快不快 然后他就骑着这个马 在草原上奔驰 奔驰的时候 他越去越快 越来越快 后来好像非洲式的 越过很多千山万岁 翻山越离 最后他已经去了 特别特别远的地方 已经越过了 多少多少个世界一样 特别远 最后在一个荒芜人员的地方 好像住下来了 住下来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以前来的 大概方向都不知道 不要说真的要去的 在这个时候 他看见很远的地方 有两母子住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他心里也是很悲伤的 连在这里 什么不要说人类 连动物的声音都是听不到的 特别一个黄粮的地方 他到那个两母子那里去的时候 两母子也说 我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漂泊到这里来 但来到这里 确实是 除了少许的水果以外 其他的任何 连食物都是没有的 你这样无依无靠地来到这里 还是很可怜的 他们可怜的人 集聚在一起 月仙也是说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匹马 除此之外 我身无放纹 最后为了生存 他们住在一起 然后他跟他的女儿一起乘家 过了好多好多年 过了好多年以后 后来他妻子的母亲 已经离开人间了 已经死了 后来跟他前后 他们两个有了两个孩子 然后有一次 他好像在河边还是什么的 然后那个小孩子在水里面 他因为脚下石头 好不小心滑到河里面 被水者冲走了 当他冲走了 他在河里面一边翻身过来 喊他的哥哥 然后哥哥也是为了救他的时候 他也是不顾一切的 奔墙水当中 结果他两兄弟都被冲走 冲走的时候 那个大儿子也是翻过来喊母亲 结果母亲也是为了救他 三个人都是被冲走了 那刚才月仙他到河边去一看 一瞬间当中 就像现在世间的有些地震 有些水灾一样 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冲走了 他当时一看 家里所有的人都没有了 家破人亡了 他就翻过来想一想 我现在回去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 那么我就有其他的生存能力 我现在怎么办 他就看了看自己 自己的头发全部摆完了 牙齿全部已经脱落了 身体也是很难以支撑的 成了这样一种怜迈的人 然后他自己特别地伤心 他就开始叹息 结果好像梦醒了一样 他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以后 他刚刚进了他自己原来的家 这个时候看到原来的妻子 他在边唱歌 边做事情 他就特别恨他 说我受了这么大的哭 你还唱什么歌 然后妻子说 你不要发疯 什么意思啊 然后开始他就苦苦地描述了 他自己一辈子的所有的这些经历 他妻子根本不相信 你不要这么胡说 你看我那个写写还没有织完 刚才中午中间放在这里 你看你自己碗里面的馋还没有凉 你哪里有这么多年的经历啊 他一看的确也是 碗里面的馋没有量 这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当中 那么当时阿底下尊者说 当时的月仙是你的化仙 当时的幻世就是我的前世 我在前世的时候给你也宣说了 如幻化般的佛法 那么今天我再次也给你宣讲 如幻的法门 啊 如幻的法门 所以法王当时也讲了这个故事 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不知道我当时通部翻译没有 反正法王 讲过如普贤学院品的时候 翻译过没有 你们讲过的有没有 讲过 是吧 翻译了没有呢 你看现在你们 我都忘了 是不是我们也进入了 幻世的境界 好像没有翻译 是吧 翻译过 讲过是吧 原谅说没有讲 截止说讲了 是吧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这样 两个人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 一个人说 讲过有笔记 一个人说 没讲过 没讲过 到底谁是真的啊 所以这也是香味 一刹那间当中 把你们两个怎么样 有笔记是吧 真的啊 你看 人家是有证据的 你现在没有讲过是什么 讲过 没讲过 以前上课讲过 你记得吗 记得了 那还可以 你看 我们的希拉坐都记得 谁还原谅就可能没有 还有 你有没有依据啊 不好意思 现在就开始入禅定 你如意 沙摩地嘛 好不好 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讲入幻解脱 就是佛陀宣说的入幻解脱 入幻解脱是一种功德 还有入幻解脱和入幻威力 也就是说 我们入月 入梦入梵的威力当中 如果我们真正通达了一切万法 如梦入幻的话 不管是在显现当中 度众生也好 转法论也好 什么样的威力都可以出现 都可以现前 怎么样的功德也可以呈现 那么这个颂词主要是讲 因为入于佛的境界 需要特别甚深的禅定力 所以圆满禅定波罗蜜多 而且入于这种禅定 入于见到了佛陀 并且入于佛的境界的人 远离一切魔众的危害 远离一切魔众的危害 所以在这里主要讲男性地 第五地讲男生地 有些说是男生地 魔众难以胜过第五地的菩萨 这里就是第五地菩萨的境界而发愿的 第五地菩萨的境界而发愿的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五个科判 然后第六个科判 深入清净的佛刹土 这个就是讲 好 喝一顿水 喝一顿水 没有讲过 讲过 刚才科判里面说是 深入清净佛刹之缘 意思就是说 与一个矛端 比如说一根矛的矛端 还是很小的 在一根矛的矛端 矛间当中 在这样特别微小的危机当中 即位当中 或者这样矛端的微长 我们经常说是一个矛尾 学成百变 又有这样讲的嘛 所以一个矛端 小小的位置当中 能出现未来过去 现在无量无边的 无数的刹土的庄严 同时在十方所有的 未成熟的刹土 在一个矛端当中可以呈现 这个是可以反过来讲的吧 也就是说一个矛端当中 所有的三世 三世未来过去的 一切如来的刹土可以现前 或者换句话来讲 东南西北四方四欲上下 十方当中的 现在这个可能主要是 现在从方向来讲的 前面是从时间来讲的 从时间上的三个刹土 在一个矛端当中可以呈现的 然后从范围上的 十方的刹土 未成熟的刹土 也是在一个小小的矛端当中 可以呈现 并且我发愿全部能 深深入于这样的庄严而清净的刹土 我这里我借深入二眼睛的话 从汉文的字面意思看来 好像我都能深深地趋入 并且庄严和清净 他直接这样理解的话 可能是有这样的 但实际上好像不空翻译的时候也是 能如诸佛焉刹土吧 好像这样的 所以藏文也是 跟这个比较相同的 意思就是说 我能深深地入于 这样上面所讲到的一个矛端当中 能一切的刹土 一切庄严和清净的刹土 都可以现前的这种境界 我们发愿应该这样 那这样一想的话 这也是一种不可思议 我们在座的大家都知道 一个小小的 不要说是一个矛端当中 连一个山沟里面 未来过去 现在 或者十方的刹土全部在这里呈现的话 这也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房子当中能呈现 所有的佛陀和佛刹的话 对我们来讲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入于这种菩萨境界的人来讲 这确实完全是可以的 我们显宗的佛经里面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 不管是《花园经》也好 《法华经》也好 比如说《宝积经》 这些里面有 而且这些 刚好密宗当中 把这些道理说得更加清楚 比如说《佛说花术经》里面讲过 说佛语以毛孔所显身同理 所利益众生上不可思议 佛陀在一个毛孔当中 所显到的身同理 然后所饶益的众生 不可思议 这一点也是 对我们来讲 是不可能的 一个毛孔当中所显现出来的身边 不可思议的众生 可以做暂时和究竟的利乐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的一个毛孔也好 全部的头发也好 不要说是无量无边的众生 连一个众生利益都是很困难的 我们世间人是这样的 但是的确你如果入了这样 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时候 在一个行为也好 或者一次这样的言行 都饶益不可思议的众生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在发愿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确实是 卫尘就是卫尘 须弥山就是须弥山 而须弥山无法容纳 卫尘当中 卫尘没办法变成须弥山 在我们现在凡夫的眼里 因为我们没有证悟空性的愿意 三十也是香味的 大小也是香味的 多少也是香味的 长短也是香味的 水和火也是不相容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矛盾的 一个说是讲过 一个说是没有讲过 这也是对我们来讲 完全是香味的 讲过和没有讲过 这么不香味 包括它的表示方法也是 一个是恨者的 一个是疏者的 疏和恨完全是香味的 但是这也是说明 一切万法在本身上 是没有什么香味的 就是完全是圆融的 两个法师也是 本体上是一体的 所以不像我一样 一看都是香味的 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一切万法 在这样的矛盾当中 能呈现无量无边 庄严清净的刹土 的确也是很困难的 但是如果真正通达了 如幻般的境界的时候 就像小小的一个水碗里面 整个山河大地 无量无边的东西的 因子可以呈现的 但因子跟岁月 也就是说水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质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的世界上 所有万法的本质 也实际上没有它实行 如果有实行的话 事物的本体是无可改变的 这一点学过中观的人 都应该清楚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 碰到这种境界 如果碰到这种境界的话 火也不会烧燃的 我以前讲过吧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法师 他确实是通过念一些咒语 应该是把火的能力 取消了 那这样的话 他通过念咒语 然后把铁款 好多东西把它烧热 烧热以后 他给别人治病 接触别人身体的时候 完全燃烧的铁 燃烧的铁 他可以烧焦 但他自己 不管是接触舌头也好 嘴唇也好 都不会烧焦 所以我们眼前看见 好多事情 有点香味的东西 但实际上 哪怕仅仅是一个咒语成功的人 他也不会被燃烧 这就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 这样的境界应该是多的 原来两个道友辩论的时候 一个人说 这个事情我没有见到 我不承认的 另一个道友说 你没有见到的是多的 所以确实他说的也是对 我们这些凡夫人 没有见到的是多的 我们这是一个表面上 对死法和身影等 乌云的比较粗大的部分 在我们的肉眼面前见过的 但是我们眼见为师的话 我们自己也知道 这是一个起火的形象 所以我们要发愿 发愿什么呢 就是愿我真正能深入 在一个矛盾当中 能呈现三十一切刹土的 这样的境界 那这个真是不可思议 非常稀有的 如果万法子本体真正是清净的话 那么一个矛盾呈现 一成刹有未成的佛刹 就完全是可以的 这一点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地 学到了金刚萨埗大幻花王的道理的时候 的确也是从理论上明白 理论上也是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这一个颂词 主要讲到了智慧度 智慧波罗蜜多 因为我们如果智慧度已经圆满的时候 实际上能现见佛刹 无量无边的佛刹 而且这种佛刹 以非常轻而易举的方式来能召见 因此这个叫做第六地 现前地 能现见佛陀真正的一些智慧 现前地 所以这个发愿 主要是第六地的境界 下面我们讲第七个小课判 第七个小课判就是讲到 成是未来诸佛之愿 就是成是如来 成是未来诸佛之愿 我们要发愿成是未来的一切佛 所有未来诸佛之愿 成道转发 无穷有 究竟佛是十涅槃 我皆妄以二清净 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所有未来诸佛之愿的灯 诸佛之愿是佛的意思 明灯的知识 让众生获得把神道的功德 而趋入解脱的妙著 所以就成为赵氏灯 原来文革期间也有很多灯的比喻 还有赵氏灯 你们会唱吗 所有未来佛陀 成道转发轮 还有无穷有 能读划无量无边的众生 最后就尽了佛的事业 而示现涅槃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祈愿我去往这些如来的处 从如胎 一直到最后涅槃之间 所有的这些行为 愿我来称施他们 清净他们 医治他们 供养他们 我们发愿的时候 应该有这样的发愿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讲 这种发愿 法王如意宝的《愿海经事》里面也是有啊 说是 未来的九百九十六位佛陀出世的时候 出世并且在这个刹土当中 能实现成佛 出世并能实现成佛的时候 祈愿我变成他们的 殊胜成事者 并且成为真正这些如来 弘法利生的使者 主要的具足获得 弘法利生的威梦实力吧 大概这个意思你们看吗 《愿海经事》里面应该有 当时发愿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显戒当中 因为现在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佛 还有九百九十六位佛陀要在这个世间当中 称到转法论 还有最后实现涅槃 祈愿我们这些人 在每一个佛出世的时候 不要我们这些众生一样的 看一看不见 听音听不见 不要这样的 一定要亲自遇到这些如来面前发愿 发菩提心如果真的 我们在一个如来的教法当中发愿 其实将来的这些佛面前 肯定会成到的 你们也许看过《大悲经》 《大悲经》第三卷里面都讲过 佛陀当时告诉阿难说 在他的教法当中 不管是居士还是出家人 只要受一份戒律的这些人 都最后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 会成为他的宿著弟子 甚至在他的教法当中 戒律不清净的人 那么在将来的这些前劫佛出世当中 一定会获得成就的 还有最后也说 告诉阿难尊者说 不仅是在受持戒律 甚至成喇摩佛这样的人 也会获得解脱的 因此有时候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可能极个别道友的 家人 亲人 这些都是根本不信佛教 没办法 但是给他们种下一个种子 也是很好的 前天我们有个道友讲考的时候 他也说了 有些大学里面去演讲 具有三教方便的法师 要求下面的人 要求南无布达亚 南无达玛亚 南无圣嘎亚 他说不像现在的有些人一样 进到大学以后 一开口就开始讲空心 我说是不是后者是我 所以说的是很对的 应该是具有三教方便 我们即使这些人不信佛教 让他成一个南无佛 也是将来的这些如来面前 有成就转法论的 或者是变成他们的使者的 这样的一种机缘 哎 有这样的机缘 因此我们创造这种机缘 每一个大乘佛教徒应该义不用辞 可以说是 就是不可退休的一种责任吧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经常 哪怕是不管是在坐车也好 还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 经常也想到 我们身边确实有非常多可怜的众生 有时候我在城市里面感觉到 这些众生真的是好像蚂蚁窝一样的 你到了火车站的时候 到处走好像都在乘火车走一样 到飞机场的时候 好像都在天空当中飞一样 到医院里面的时候都在生病一样 到百合市场的时候都在买东西一样 那么多的众生 其实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以自私自律 连一个佛号都没有听过 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可能即生当中 真正能读自己的家人 读很多人的话 不一定有机缘 但是我们要发愿 确实当时法王如意宝 在印度金刚座发愿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一定要发这样的愿 将来这些佛陀 印度金刚座和印度六叶园 在这些地方会成就转法论 实现涅槃党 印度圣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是 哪怕是变成一只虫也可以 一只小虫也可以 一定要自己现在都是发愿 我们在座的人 每天念《普贤心愿品》的时候 我们可能天天说 所有未来教师等念都是都会念 有些是闭着眼睛念 有些是睁开眼睛念 不管怎么样 但是心里面 很多人都可能没有发愿 我们讲一遍 跟大家要起一个作用 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特别希望每一个人 把这个道理经常想 如果经常不能想 哪怕是到一些圣地 在佛像面前 在特殊的节日 比如说我们开金刚萨埵法会 否则是佛陀的成道日 特殊的日子当中 好好地从头到尾 普贤心愿品的这些道理想一遍 每一个愿 在自己心里面想 但愿我将来的所有的如来面前 成为他们的实质 不管转法轮的时候 像帝师天和梵天一样 第一转法轮的时候 像五大比丘一样 事前涅槃的时候 在身边像阿拉尊者一样 等等有很多的这些场面 我们可以自己发挥 自己可以观想 这个颂词主要讲 方便波罗蜜多 因为依靠方便方法 才能实现将来诸佛事业的弘扬者 然后也是主要先讲了 第七地 远行地的境界 讲了这个道理 下面讲第十二个大愿 十二个大愿 以广大力而发愿 这个以广大力而发愿 这两个颂词就讲到了 以广大的力发愿了 但有些法师讲 这个是佛的实力 好像藏地 汉地 尤其是汉地有个别法师所讲的时候 以佛的实力来宣讲 但这个可能不是很适合 因为这个主要是讲 第八地菩萨的境界 八地菩萨的境界讲的时候 我们发愿的时候 佛的实力还没有现前 这样这个自明圣的意思 基本上应该大家清楚 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 总共这里有八种礼 八种礼里面 每一个俱颂都有一个礼 所谓礼的意思是 外缘不被摧毁的一种力量 就是他的善根也好 智慧也好 根本被他的威平不可摧毁的 这样的一种力量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发愿的时候 让我们都能得到 这八种广大的力量 什么样的力量呢 第一个力量就是说 数极诸边神通力 但愿我们将来能获得什么呢 很快当中能诸边所有世界的 云有所有世界的这样的神通力 没有神通的话 像《大智度论》里面讲的一样 没有翅膀的料一样 度化众生很困难的 我们要度化众生的时候 一定要以神足通为主的 所有的神通 神变圆满具足的 但这种神通也是能诸边 你不管到东南西北的哪一个世界 去利益众生或者求法 现前各种功德都以神通力可以出现 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 在很快的时间当中 能遍于一切世界的神通力 早日圆满获得 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 普遍遍若大成力 意思就是说能入于一切 普遍入于一切的普门 其实是一切法门入于一个法当中的 也是这个意思 但在这里就是说 世间当中有不同的众生 那么这些不同的众生 都能得到大成 大成是什么样呢 依靠特别快速的一种方便方法 来圆满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的一种法门 也就是说 依靠菩提心的力量和资粮 而资粮的力量来 快速地度化众生的一种能力 这样随根机不同的众生面前 能实现大成的威力 我们发愿的时候也是在想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有许许多多大成根机的众生 这些大成根机的众生 很多人还没有得到大成的法门 但是希望 祈愿很快的时间当中 能遍于所有大成的法力 让他们真正获得了大成佛法 从中不多声闻缘觉 也不多世间的各种邪道当中 趋入真正的解脱之道 以这样来发愿 那么第三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个词翻译的方式 好像这里比如说 扑修执行功德力 扑福卫生大次力 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点 但是译法不同吧 所以我们这样理解也是可以 意思就是说 执行是普贤心愿的智慧心愿 普贤之心 普贤之心能修持 也就是说 是甚深和广大的功德 这种力尽快的时间当中会圆满 意思也就是说 让我和众生在很快的时间当中 普贤菩萨的所有的发愿 行为 功德 一切的力量造日实现 很快的时间当中圆满 我们有些人修普贤心愿品 很费力的 不要这样 应该有一种能力 其实这个比如说 度众生身边的能力 也是造日实现 大乘佛法的威力 也在众生面前造日成现 普贤心愿的这些 不可思议的功德力 也造日成现 我们就这样发愿 然后第四个 为生仆佛大吃力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大慈悲 愿一切众生 离开所有的痛苦 获得快乐的心 这个就是大慈悲心 大慈悲 这种为生的力量 这样的为生的力量 但愿能覆盖所有的 就像天空能变盖 所有的宇宙世界一样 让每一个众生 具有大慈悲 或者说 我们的大慈悲的心 能遍于所有的众生 而我们现在自己的慈心 只是对个别亲朋好友而已 没有真正地能覆盖 所有的众生 那让但愿我们的慈悲心 覆盖于所有的众生 这种能力应该造日圆满 是这样的 这是第四个例 第五个 边境庄严 胜负力 胜负是殊胜的福德力 也就是说 能普遍 清净 庄严 殊胜的福德力 什么样的福德力呢 通过布施 通过刺激 通过行持善法的 这样的福德的威力 能得以清净 能得以庄严 我们现在缺少了这样的福德 有些诸师里面说 菩提心的福德在虚空界当中 也是难以容纳的 所以以菩提心的能力 造日清净 造日圆满成熟 也有这样的解释 然后第六个 无助无益智慧力 就是无有任何主义 无有任何所义能义的 通达一切万法 三轮提供的智慧力 造日圆满 也就是说 一切万法都是没有任何的 实有的 通辞万物的 通辞万法的智慧力 造日圆满 这是中智慧来讲的 下面分别主义意愿的禅定 还有度化众生的 取舍一切善恶的智慧 智慧的部分 度化众生极其善巧的行为方便 那么这三者的卫生力 造日现前 通过上面的七种力 最后能普能积极 菩提力 真正的菩提力 这种菩提力 造日能呈现 也就是说 通过上面的力 能圆满菩提力 也获得真正的解脱 这以上讲八种力 这八种力其实是依靠 一种大愿 发愿来可以承受的 所以这八种力的这两个偈颂 宣说了大愿波罗蜜多 大愿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 以这种愿力和力量 极其稳固的愿意 任何违平不可吹动 因此这里也是讲到了 第八地不懂地的功德 今天讲到这里 它们已是 mas红奇 destroys 异得真正的 burg菩提力 没有 Sing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